还有一个我们就看 打这个拉法真的是踩到大家的红线 那但是忌惮于美国 还有以色列的这个霸权 所以这些国家很有趣 大家都是集体公布 怎么说呢 第一个你看到 加勒比海的国家 等于是美国的后院 可以说是15国极其起义 要援助巴勒斯坦 声援巴勒斯坦 大家共同来宣布 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爱尔兰媒体也报道 欧盟也开始了 好多成员国 包括爱尔兰 西班牙 马尔他 还有这个斯洛维尼亚等等 5月21号 共同承认巴勒斯坦 然后这个加勒比海就是 巴哈马也是嘛 之前就声明 这是巴勒斯坦建国 然后这个加勒比海 共同体都已经达成了共识 有没有发现 欧盟也好啊 加勒比海也好啊 过去都是这个亲美的 那现在大家不敢 一个一个跳出来 集体的力量 李将军怎么看 先从这个战事开始说起 我特别讲啊 这次来讲的话 这场仗非打不可了啦 已经避免不了了 因为开罗的和谈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各自都已经回去了 不管是哈马斯啊 或以色列 他们和谈人员都已经回去了 就是说已经不谈了 那我觉得以色列来讲 这是等于说有一点 这个欺骗整个世界的所有人 因为在和谈的过程之中 后来哈马斯 我特别要强调就是 哈马斯后来有答应 你以色列所开的和谈条件 我都答应了 那我也答应你和谈了 对不对 我知道我打不过你 那我为了我的老百姓 巴勒斯坦老百姓 我们就和谈 然后最起码我让我们这些 这个我们巴勒斯坦人民来讲 有一条活路可以走 我已经答应你的条件了 结果没想到以色列翻脸 说你答应了 我还是照打 那我就是不答应 我还是照打 那你答应了也没有效 然后我就谈判就破裂了 破裂以后结果 这个以色列来讲的话 就开始进攻拉法地区 他从东边打进去 从东边打进去 我们要知道现在来讲 在战场上来讲 拉法这个地方 哈马斯他从北边一直撤一直撤 他也不是 我跟各位讲 打仗没有那么容易 你放一百 我们有时候经常 以前在军中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我都放一百只山猪在山里面 你去打打看 你不见得都能够打得到 他搞不好 那个猎人 你看打山猪他都很害怕 那山猪那个獠牙也是 攻击性也是 当他被逼急的时候 他就反抗 那个反抗力道 他虽然说自己正亡了 死亡了 会被你咬死 被猎狗咬死 可是他咬死之前 他也会伤了很多猎狗 所以说这次哈马斯来讲 他从北边一直往南撤 撤到哈马 据外电的报道 现在哈马斯在拉法地区 总共有五个营的兵力 他集中在 所以这些人到最后 就是困兽与无斗 我们孙子编法以后 讲一句话叫围尸必却 你围到敌人来讲的话 你要留一条路给他走 你不然的话 你逼着他最后狗急跳下 他就跟你拼命拼到底 所以以色列为什么 这是伤亡会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我觉得后续来讲 双方来讲 在拉法地区 势必有一场血战 这是已经避免不了 然后美国来讲的话 他也感受到全世界 给他的压力 不管前一阵子我们讲说 美国大学生已经开始在强烈的抗议 或者是全世界 包括现在来讲 中南美洲 或者是说欧盟那边来讲 因为毕竟人道是普世的价值 你对这些无辜的老百姓 用这种妇孺小孩 这种残杀手段 实际上人看不过去 所以美国来讲 在拜登也不得已 说是要对以色列停止 他的武器的供应 他停止的武器 结果看到吓一跳 这如果这些武器供应 兴趣不得了 他总共给了 给了他停止供应是1800枚 2000吨的炸药 2000吨的那至少炸药 2000吨是900多公斤的 但他停运你信吗 目前来讲 我相信拜登大概不敢运 因为你看看不只这个 光这种2000磅的炸弹 就1800枚 另外还有500吨的炸弹 500磅的炸弹 就是将近200多公斤 光从这个炸弹威力来看 它就是一个种族灭绝 就是种族灭绝 那他目的是要钻地 他认为哈马斯躲在地道 所以他一定要用 这么重的炸弹去炸 可是问题是说 这种那么威力 那么大的炸弹 你需要去炸那个地道 你不要用这种炸弹 可是你用这种炸弹 一炸下去以后 你想想看 对于一个这个小小 那么只剩下几平方公里的土地 里面挤了100多万 这1000多颗这种 那么威力那么大的炸弹下去 你等于说就是屠杀 整个拉法西烂 那就是屠杀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拜登也没你俩 现在全世界来讲 平常你讲 你不管是欧盟国家 或者是巴勒比海 纵南美洲这些国家 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你不管以色列或美国 因为人道精神 这残害一些无辜的老百姓 实在是人类的一个普世家 对 只有一点点时间 我问一下介大师 所以介大师我觉得还蛮不寻常的 你看到加勒比海这些国家 还有欧盟这些国家 大家都是集体有没有 集体出来 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看不下去了 对啊 这个时候用这个方式来声援 巴勒斯坦 巴哈马是单独跳出来了 但其他国家就是用集体的力量 集体的力量 而且你看欧盟这些国家 这些西班牙 马尔他 爱尔兰 这些都是 他们有他们长期的政策的 我想这个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因为 因为以色列已经很清楚了 宁可错杀一百 他还不愿放过一人嘛 对他现在目标是要杀光 这个哈马斯啊 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他 等不到下次更好的机会 能够这样下这样子的重手 所以呢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他是必打 那美国来讲的话 就是拜登左右为难 然后呢 现在先扣一下 那过两天就送过去 所以呢 这个根本美国是在演这出戏 这个谁都看得出来 那巴勒斯坦人民 现在就怎么讲了 这么小一块地方 用这么多一下两千磅 一下五百磅的炸弹 往往一个一个丢 几千发 你说死的不是 大部分都是老百姓跟 父女跟儿童吗 但这些 这些地区人民的鲜血 是不是把美国往这个世界 跟大家越推越远 很可惜 老百姓都健忘的 美国在这些 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 下的手也不会比 现在的以色列来的弱 也是造成大量的军民的死伤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治 这一次以巴战争就证明 人类社会 所谓已经进入了 什么全球化 什么国际组织 看起来 根本都是一些摆设 只要有像美国这样的 霸权存在的话 这些国际组织 所谓什么国际法 人道法 看起来 真的是 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大家的集体表态 就是安抚一下 国内的反对势力 应该对于时局 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帮助 我想只有巴勒斯坦人 他要自立自强 要不然他们这个 跟以色列的斗争之下 那只有勇 没有谋 基本上下场就这样 现在他们就是 被种族灭绝了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